欢迎收看铜板美食贾套套 我是林静 节目一开始 再来试试冬季现地的美食炸耳堆 嘉义的鹿炒箱 地理位置比较偏远 人口也比较少 光是靠夏天来卖冰 真的没有办法支撑一家店一整年的开箱 老板娘干脆夏天卖冰 冬天卖的是炸耳堆 双管齐下之下 丰盛的海味账物 让冰店的顾客大为惊艳 冬天午后的鹿草小镇 暖阳倾晒着市井街上 温度舒适宜人 感觉连瞌睡虫都想要爬出来 晒一晒这慵懒的宁静睡意 只有在汪阴奇的油锅点火之后 小镇的沉浸 才被微微的饥饿感给晃醒 时间才过下午两点 距离午餐时间 其实也没有太久 但小乡镇迫不及待的点心味 已经跟汪阴奇的油锅一样翻腾 下午茶的 很丰富这样子 对 层次很丰富 对 超多的 而且超便宜的 对 一个才35块 市区就买包这个价钱 下午时间我们都会来买点心 而且那个老板娘 英吉是我们 我是农会推广家政班的 所以她也是我们的班员 所以她的东西是很赞的 小朋友要下课的时候 或是很多人会买 去田里给工人当点心 然后可能还有到下班的时候 就是下班的客人也会来 扁平的勺子抹上一层黄豆粉浆 铺上满满的高丽菜碎 鲜蚵肉块和姜碎 最后再一层粉浆封装 酥炸六分钟起锅 这外皮酥脆 内泥丰盛有料 就是台湾南部沿海的经典小吃点心 以前都叫酷辣酷辣酷辣 酷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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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跟她讲酷辣 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酷辣 每个地方其实它会不太一样 对啊像张话 那个不是只有韭菜吗 全部都是韭菜 满满的韭菜 南头也是啊 然后像我回去屏宫吃的时候 它就有豆芽红果菠 现在是吃咖咖咖的小吃品项 但在古早以前 要吃饱就得拼足全力的年代 偶尔能够吃咖 满足口铺欲望 更是生活里 仅能偶一为之的犒赏 虽然没有靠海 鹿草到贝贝尊 产科大宗的东石跟布袋 从产地到餐桌 还买车程只有20分钟 新鲜度一等一 顾名思义 而得的重点在于鹅仔 选科严科 汪英琪是专门科 你下锅明天都到我手上啊 尽量不要太大 因为它可能会爆开 选大小适中 不要也不要太瘦 先科下锅前得要瀝干水分 避免下锅产生油爆 但泥水剥壳不到24小时 肚子里还是水润饱满 还未充盈 难免在汪英琪专注忙碌的时候 冷不防的喷它个措手不及 烫山药要避背啊 背在旁边马上冲水 然后抹药 除了炸鹅爹 传统豆腐切拌 铺上跟鹅爹一样的内容食料 最后再用黄豆腐封口 外层炸到酥脆 内里又有豆腐的软嫩 豆腐爹口感丰富 也很受在地味蕾欢迎 另外可以下锅油炸的 还有米粿 猪葱 地瓜 甚至是水煮蛋 沾上面粉糊当面衣 说是台版天妇罗 百分百贴切 鹿草香来盛产南瓜 甜又Q的南瓜 就可以来炸 吃差不多四十多年了 自从他妈妈在做的时候 我就有再吃了 老客人一吃四十年不间断 黄妈妈汪萧萍的活力 也不停歇 即便不占油锅好几年 双手依旧停不下来 吃多吃个豆腐菜 不吃不吃 你不把米粒夾夾夾吗 没有啦 我们包给我们吃大包 我们就会很开心 工作摊位上油锅抢抢棍 但店里的招牌 其实是鹿草知名的制冰部 乡下小乡镇 远口不多 即便夏天生意忙碌 也无法撑起一般印象中 冷饮冰店做半年吃一年的好光景 每年十一月到四月 东北季风南下 是冰品淡季 王小平这个制冰部 自然没有余裕当阴阴美带子 By a day就成了制冰部 冬天取暖的经济来源 我妈妈年轻时就是 戴上阴阳 有在跟我说 阿平你小孩和我一起 冰天都没有事情做 冰天就是说 不然你不是戴上阴阳 一天后 天天就要拿钱 要去冰山冰山 你就要去冰山 到头 看不可以笑一下 汪潇平的阿祖 以前是小吃摊贩 一年四十跟着戏班 逐庙会而居 台上三国对阵 忠孝结议 戏棚下则是小吃摊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平常到老烈 有时生意爆棚 食材准备不够 连比较细嫩的玉米叶 都能救急当儿爹的配菜 让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土花爹烹饪 要吃就没钱 不吃就烹饪 以前的人会散 为了想要脱 走到这个地方过去 要吃我丈夫就没钱 不吃就烹饪 要育女养儿 要让孩子过得充裕一些 王潇平从小儿子还在肚子里 就开始夏天卖冰 冬天炸蚝蚝 而后发展出一连串的炸物品相 像是翠绿的猪葱 炸过之后更显得新香富裕 兼有酥香爽脆的口感乐趣 生意也逐渐累积在地口碑 治兵部老板娘不仅没有体力冬眠期 甚至比夏天还要操累 但她不以为苦 我每次都会去哪些人开 不然会不会怨 如果有到人家开我就会怨 小孩就会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贪寠作了 一枚睡也没有五点钟 都很早上去做 很晚睡 現在沒有啦 現在其實做不漂亮 做也不難苦 心情很開心 你做六天賺錢不難苦 這個阿伯就告訴我 喔 你喔 那個早上要給你印錢喔 如果看我在那裡騎到那裡 不會到那裡就說 喔 你還給你印錢了耶 為了一家子的生活無缺 王小平和先生 穿梭冰庫和快速爐之間 超過四十年 職業病痛也不了 最近幾年接連開刀 處理頸椎和腰椎老毛病 心裡還是喊著不累 但身子確實需要停下來休息 夏天賣雪花冰的製冰工作 由小兒子接下來 但男孩子缺乏廚藝基礎 大兒爹情好不接 製冰部夏天冰品 冬天油鍋的節奏 一度亂了腳步 客人會一直要求說 為什麼沒有賣兒爹 他就說你就來寫 反正沒有人要學 不是啦 反正其他小孩都有工作 可能帶小孩小孩比較大人 身為製冰部小老闆 夏天吃冰 冬天吃A Day 王英奇小時候 是同學們羨慕的對象 兄弟姐妹都知道 可以盡情吃食用度無缺 是父母拼足全力換來的安頓安穩 也因此放假時 犧牲玩樂 當爸媽的助手也沒有怨言 有同學好 朋友來幫我賣冰 顯然是為了吃冰而來的啊 對啊 也還好雖然先生是屏東人 但婚後因為工作的關係 也就在鹿草落戶生根 媽媽需要他吃原食 王英奇自然義無反顧 接續母親的油鍋位置 讓老人家主客一位 退居幕後當女兒的好幫手 一般的A Day沒肉 有肉的叫肉A Day 但王家的A Day有顆有肉 做得更精緻化 也跟別人取得開來 豬後腿肉精瘦有嚼勁 中藥粉料天真風味 是自家A Day本身的調味來源 基本上我不要肥肉太多 只要帶一點點就好了 王爸爸自己種的高麗菜安心無毒 切成菜碎再瀝乾水分 分量給的超大方 數大便是美 會聚成天然鮮甜 太細就吃不到菜的口感 就全部胡污在嘴巴裡面 糖醬油和中藥粉料一起熬煮 看似普通的A Day醬汁 已有40年的經驗累積 和自信成分 給你這些食材 為什麼煮出來的每一個人的口感 味道就會些微的不一樣 自己沒有自信不敢吃 那你怎麼賣啊 不少人問汪茵琦 熱烘油鍋為何不做個全年無休 她說清涼的冰品 在預熱的夏天 生意還是勝過熱呼呼的炸物 加上弟弟忙於治冰分身乏術 沒法像冬天一樣能夠當他的助手 但如果電視播出後 真的有夠多的外地客 願意專程跑到鹿草來走走逛逛 那就再討論看看吧 所以說沒有狀元老師 突破氣候的先天限制 老治兵部在冬天聚攏人氣 滋潤一家子的經濟 這變通勤奮的生活智慧和拼勁 怎麼樣看 都是市井狀元當之無愧 宜蘭這間炸醬麵店 老闆夫婦原本做的是生態研究 但是有了小孩以後 比較不能整天往外面跑 就接下了家產的老店 雖然工作性質差很多 夫妻倆說 人生原本就是有捨才有得 這真的是宜蘭市區平日收假後 上班的上班上課的上課 市農工商全都各就各位的場景 只不過這大排長龍的畫面 未免也太讓人胡疑 到底是所有宜蘭人都擠到店裡了 還是炸醬麵的魅力太勾魂啊 勾的全台時刻不分北中南 再久也願意排上一碗 稍等一下 你就不能看排的人 你就只能看說 我現在我要做幾碗麵 所以你不會看著很長很長 看到鏡頭去 你就趕快消化眼前了就對了 不會 我也會很煞 好吃啊 小朋友也很煞 每次來宜蘭都一定會吃這一間 一定都會吃這一間 吃十萬年吃得很小 多久來一次 我每次都會吃兩三次 每次來身體都很好 都很好 你如果中島時來要排隊 排到阿伯去外面 吃到像你的米仔米飯不用排隊 沒有啦 我也是要排隊 吃食材也是要排隊 鐵皮小麵館炸醬麵麻醬麵賣的品項不多 頂多丸子餛飩他或再加上一碗排骨酥 陳宏欣說如果不是身為宜蘭孩子 他就是活到老爺無法相信 從阿伯手裡起家的這一碗 所謂南登大雅之堂的配角 竟然是許多老宜蘭人的摯愛 因為一般我們在台北吃到的炸醬麵 都是有豆干啊肉燥嘛肉塊 然後也會有小黃瓜絲這一類的 對 但是這裡就什麼都沒有黑黑一碗 我們都笑稱那種就是 就是窮人吃的那種 什麼都沒有的麵這樣 宜蘭真的很奇特的地方就是 只有宜蘭會有所謂的炸醬麵店 其他的炸醬麵都是遺屬在水餃館啊 牛肉麵店之下 你可能就是牛肉麵 下面有一個 我這邊有一個炸醬麵 有一個餛飩湯的 只有在宜蘭會是 它是會是一個豬腳這樣 你大的雙醬麵對不對 對 要寬的細的 寬的 阿伯創始的炸醬麵店 新傳到下一代 後來也演化成在地人功稱的 三兄弟炸醬麵 大哥與弟弟們各自在市區各有店面 餐車前煮的麵湯種類一模一樣 口味卻各有微妙區別 不便的是碗公里不分大小碗 麵量一定讓人吃到飽吃到車 這是阿伯當年向福州師傅 繳了學費學煮麵 從火車站前擺攤發機時 就梳立的金字招牌 他最早從火車站那邊開始坐 火車站那個時候他是要坐晚上的 所以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沒有見過阿伯是清醒的 因為他都是晚上坐 然後凌晨的時候回到家裡面 然後開始休息 所以我們去到他家的時候 他都在睡覺 記得好久以前 阿伯是國小老師 因為家裡弟妹眾多 所以才決定做生意幫忙家計 而宵夜麵攤做些日夜顛倒 炸廳合乎邏輯 然而實際上 其實是有更多該補眠的大白天 要包混沌 要煮魚丸 甚至三天兩頭就得綁在爐灶前 煉豬油炒炸醬 一天都不得閒 最麻煩就是要一直不斷的攪動 然後你要看狀況 例如說調整火的大小 那這些就是經驗 我什麼時候應該要把火開大 才把油漂亮的逼出來 他們都會講說 像豬油它會有兩次冒泡 那兩次冒泡是什麼 那大泡泡是什麼 大泡泡其實就是水 在蒸發的時候出現大泡泡 那你小泡泡是什麼 是油在非常多的情況這樣 早年老一輩傳說下來的智將 一剛開始總很難被量化科學化 但陳鴻欣和太太 攻讀到研究所畢業 過去又是做生態研究的 所以即便佔到了造前 許多猜不透的做法原理 日子久了自然也被輕鬆破解 不期了在孩子出生前 常常一個人身上 就背了好幾百萬的研究案 但孩子出生後 總不能夫妻兩個天天都往外跑 所以阿伯的麵店 變成了他們的落腳處 像我還沒有再回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就是煮麵而已嗎 可是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細節 真的要花心思下去的 譬如說這樣煮一碗麵很簡單 可是你要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煮上八碗麵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就以我而言 我覺得需要練習 為了小孩為了生計 從前成天不是面對動物 就是研究植物的兩個人 從此變成朝朝暮暮 都得笑臉迎接形形色色的人 朱惠銘說 說真的自己適應了好久 因為我們這種刺井小吃嘛 所以真的是像你剛剛在照樓講的 三教九流什麼樣子的動物 然後什麼情況你都會遇到 煙毒飯的啦 來白吃白喝的啦 罵你髒話的啦 但是其實台灣人 台灣人就是這樣 就是人情味 然後可愛可愛也是可愛在那裡 有時候人家有點討厭 是討厭在那裡 不過就是賣碗麵 同樣都是討生活 怎麼受的委屈就是比人多 這是轉行前幾年 朱惠銘最想不通的 工作無分貴賤 偏偏生活裡 也尤其在心之薄弱時 遇上幾雙輕視的眼光 不是 他是跟他的小朋友說 他帶小朋友來吃麵 然後他說 妹妹啊你看 要念書 不然以後就要賣麵 沒有 我是說 你要不要賣麵 你可以自己 你以後面念的書 你可以自己決定 對 我就說 我們 也不是沒念書 才站在這裡 那反正 最後你就慢慢學會說 其實 可能某些人他講話的方式 就是那樣 那你不用太在意 那有時候 他也沒有什麼惡意啊 他可能就是 他把他想法講出來 你要外帶嗎 我們那邊稍等一下 你說你從幾歲開始吃 差不多快四十年了 這個味道就很難形容 還是你要吃才知道 你也跟老闆趕快 年輕人吃得老嗎 對 我比他更久一點 因為我是在地一單人 裡面坐 菜單在座位上 一晃眼再回頭細數 原來孩子大了 煮麵的歲月也豐厚了 如今夫妻兩個都找到了價值 畢竟在美好的街邊小吃 少了新傳子弟 最終也只能徒留遺憾 不過這塊老招牌 他們現在扛下來了 一如麵裡的味道 秀而不昧 寒而不俗 高雄這間鴨肉飯是很多在地民眾 藍的煮飯就會上門吃飯的首選 同時這間店也入選了米其林 必比丹的推薦名單 除了壁製的鴨肉飯 當歸鴨腿麵線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老闆他也大方地公開好吃的秘訣 老闆是裡面目前沒有位置喔 所以裡面先來排他 十二兩碗切得了兩碗 我現在包的菜現在沒有飯 我是要吃12點 但是12點來 我怕 就這樣熟悉的人 都在等 照顧來 所以我給他來慢慢吃 高雄猴家的鴨肉 永遠是知味家們 提早出門的最大動力 要避開用餐時間的尖峰人潮 不少熟客把午餐提前到十點半 變成早午餐廠 就算要預留餵裡的空間 被挨餓把早餐省略 也心甘情願 吃好吃很Q 像這個時間就都夾晚了 你們知道你看都夾晚了 只要11點而已 但提早出門這招 用多用久了還是沒用 當多數人都這麼辦 也只是把滿座時間跟著提前 壓力是有的 盡量快一點的 座位區和店面七樓 常常開門沒多久 就被粉絲們填滿 老闆喉圖成 嘴裡說緊張 但其實老仙宰宰 手裡刀起刀落 剁鴨片肉沒停過 鴨肉不甘不柴 油潤軟嫩 很多不吃鴨肉的人 跟著親友來過之後 都放下對鴨肉的偏見 一匙著迷 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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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搞定 比比登推荐 锦上添花后 原本就已经 水泄不通的生意热潮 更是沸腾满意 侯家夫妻党和儿子三人 在小小的工作区 彼此补胃默契十足 我在做抗肥 我没压力 人家来 你大量来 我也是一直做一直做 不然我生意就 辛苦了 酒爱越忙越好 蔡春筹不但不嫌累 还仿佛肾上腺素爆发 客人越多 她活力越充沛 果真是天生的心理痒 杨家爸妈开杂货店 她从小帮忙雇店 也培养了生意头脑 自己当老板 一直是她的工作目标 不像班 隐学无所长 不像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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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比较多 她弄得更静活 年轻时没太多本钱 又想存钱当老板 蔡春筹很会冷 不想上班卖人生时间 四十年前 她就跟着姑姑出国跑单邦 哪里能带货赚钱 她就往哪里钻 而她心里最想开的店 就是当个食堂老板娘 要收服众人味蕾 以前早期 比较豐富 阿嬷都要叫我煮饭 煮饭我煮的菜 有很多阿嬷都要吃 我们家庭都要吃 早期我们的年代 是都父母培媒的 相亲妈要找来看 就看她教的食谱 这是我的兄弟 富培媒的远距学徒 从艰难的生活中磨练出 朴实有味的厨艺 也替随时降临的机会 做好准备 结婚后没多久 娘家旁边熟试的鸭肉饭食堂 贴出顶让红单 蔡春筹立刻拿出积蓄接手 老师傅也把我们抢肩 把我们盗做都拿到 老师傅对我们很好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 加上投注兴趣认真 蔡春筹就这样 从餐饮业门外汗 一步一步累积40年 做成了高雄的鸭肉饭老招牌 店里用的卢鸭肉质鲜美油润适中 只用当天温体 每天一早从电载厂直送厨房 第二代老板洪俊卫 在内外仔细检视 每一只都要去无存经 鸭子分批汆烫过后 上岸放凉冷却 再依照不同部位化整为零 分门别类 而这一锅清汤寡水 汇聚鸭肉精华之后 油脂丰美清香扑鼻 就成了鸭肉汤的基底高汤 在镜头前展现机智幽默 侯涂成其实木纳浦石是爱妻一族 名字有个图字但一点都不糊涂 懂得听不嘴创造自己的富贵 刚结婚时在化工厂工作 下班后不交进应酬 要立刻赶回家当太太的最佳帮手 不错啦 跟老师 跟他打拼了啦 那也有点点做啦 香蕉嘴大喊贵 然而唇齿相依 偶尔也会打架咬到 夫妻一起工作 感情再好 摩擦难免 蔡春筹要求龟毛完美 在店里她说了就算 但也懂得在日常相处上 和先生跳恰恰 你进我退踩着协调的步伐 夫妻一天就过了 人在弄到哪儿像谁开嘴 都应该是我爸 我像开嘴巴 要干嘛给自己不好过呢 这是我定时的好友 我上次去 我上次去烤的好友 所以才会打到这样 哇 你的嘴巴这么丁喔 夫妻两脚踏实地 真材实料 把青春沸腾成家的小康幸福 最终赢得世界级的美食推荐认可 蔡春筹和侯涂诚说 得要更认真做 才不会让慕名而来的新客人失望 所以即便已经由儿子接班 夫妻两还是会继续当监督帮手 没有退休的计划 欲望比较多 想法比较多 应该是这么说啦 欲望不太多你吃要买LV吗 没有 我不会像名牌 我不会这样 你都吃得买吃吗 吃喝玩乐啦 我爱吃啦 那边做完包一小 没有大 小说因为爱吃爱花钱 所以有动力赚钱 蔡春筹把生活的需求 转化想法 当成乐趣的追求 所以乐在其中不嫌累 为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 加上快乐寄托 开心做出来的滋味 那当然值得避避灯 嘉义在地民众最喜欢吃的是传统早餐 尖柜 不管是油尖柜还是菜桃柜 都各有拥护着 而这个专门是做柜的批发商 扛着在地招牌小吃的重责大任 每天星辰就忙着做柜来送货 60年来一代产一代 代代用心守着不变的古早味 要买我五点人就都来批了 所以我们都早上吃了 这些热热你来这边就有菜头味了 有没有 有 有 天还鱼肚白 做柜的熟子俩早已忙碌了好一阵子 嘉义人爱吃柜 一日之际就在雨晨 谢谢 交接你呢 谢谢 加蛋吗 酱油加吗 这个花生油 花生油跟那个柜的香味 综合在一起 油苍柜 加一点酱油跟那个油松酥 一起跟那个粉米搅拌的 做柜的师傅忙 尖柜的老板也乐得闲不下来 这是传统啊 我们家里人都喜欢吃早餐就是这个 有减多啦 最后有减多啦 它的就是肠啊 加菜头 绕路也要来吃为什么 呃 呃 因为很老实啊 然后 比较有那种 阿嬷的回忆啊 圆环边 尖柜的店家一间接着一间 天一亮就得应付机场陆路的乡亲 大小通吃的柜 成功收服 很是挑嘴的嘉义人味蕾 差不多六点半就开始煎了 那就要提早起来准备 像我们以前在通银市场那边 他们有的就是吃完就去上班 那边有加工车嘛 阿嬷就一直从那时候 我们搬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的客人都会 出来就给你真的做了 虽然都是主打尖柜 但各有各的味 油肠柜是米浆里拌进油葱酥 葱香再混合酱油的豆香 成为丝丝念念的家乡味 五六十年历史的老店比比皆是 还有的是主打菜桃柜 冬季收成的喜悦 全在白皙的米柜上 一般有的客人 都喜欢吃这个恰恰 就是豆螺的恰恰 他们喜欢吃这样子 而且那个就是贵 就是一般早餐店 跟我们这个传统吗 是一样 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口感 比较不清化 有的客人他喜欢大蒜啊 辣椒啊 我们还有加了那个辣椒油 辣椒油就很香 嗯 你加那么多哦 我喜欢吃辣椒 嗯哼 加蒜 还要加蒜桃 你这个臭口味 对 臭口味 这个加蒜桃有名的 有桃是有桃柚啦 有桃柚啦 他有桃柚啦 桃在吃给人家 想说让人家吃一口 说吃不饭要不饭 不饭要吃 这个桃 很好 这个桃Q 不饭要吃 一羽道尽 嘉南平原大米仓的天时地利 金黄稻穗 经过聪明的洗练 幻化成一颗颗磨豆 经由勤奋师傅的加工 变成了米浆 老店做柜已经超过一夹子 我从40年到40年 那时候开始做了 那时候比较坦 做一个小生理 摸锅 撒出不饭 自己撒出不饭 从家来摸煎 做一个小生理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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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给我们煎 这群人也就约嫌的重要 吃饭的蓬莱米不能做贵 而是要拥有Q性的载莱米 外人喜心厌旧 他们偏偏喜旧厌心 要放置半年以上的米粒 才吹得了贵 我现在没几斤在做 这不贵有很多斤 得是一份坚持 才能把劳力活一代缠过一代 游老板从小就看着长辈做 自然而然接手 虽也到了退休年纪 但不舍家业中断 大清早继续跟着忙批发 日子是种造福大伙的和气身材 都批发了很多 他翻了批中 他有整个阶段 这样就一格 最少要拿这样 最小就是半角 八分之一 你来这里买南山 也是最小很低 也是都大不低而已 靠着薄力多销 成为嘉义尖贵的知名批发商 完美的菜桃柜 再来米浆 水的温度 萝卜的比例 都是关键 冬天的萝卜香甜 碍于操作方便 过去的刹枪 已经改为磨泥 尽管如此 也不失去菜桃柜的风采 平常蒙磨 到了年关 更是需求倍增 有历的年代 那时候大家回来 每个月都会买过一周 如果过年时间 很多过 大家吃就吃得很高 所以有的出外地 回来 如果过年回来 都会买过 买过一周 尽管吃 满载着米湖 一层跌过一层的狼行 像是被时间冻结 这没能着急的工 得一路闻火 耗上四个小时才成桂 摧桂的盛况 在都市早已见不到 农业时期留下的饮食文化 在植卜的农业县 继续传乡 是诚实客制化的首选 接地气的好味道 连价格都讲人情 这个老资老味 是种团圆 也用他的千姿百态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继续带来到台南庙口 吃这间鱼面老店 每一天都会用新鲜鱼肉打成鱼尖 然后用手工一刀一刀切成面条 老师傅做了一辈子的鱼面 他说生意要能够长长久久 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 就是认真努力扎扎实实地做 以为这样子让味道可以缠成半世纪 台南民生路上小小两瓶的面店 老板酌吉义除了早餐没卖 生意叫冷凳小翔滚 人朝栽爆坐满地面后方开山公的庙堂 可以啦 可以关了 客人吃得心满意足 让饱生大地干瞪眼的 是热卖超过半世纪 台南别语分号的汕头鱼面 不只本地人爱吃 这里更是美食观光客 暗途所记必来的朝圣景点 鱼面它很新鲜 然后很甜 很Q 吃得到鱼的味道 很喜欢 所以带朋友来 口感很好啊 味道我觉得很道地 鲜美的味道从上岸到送入嘴里 其实24小时不到 每天中午12点 高雄和阿辽渔港热到滚滚 大小渔船陆续满载回航 要用海味换新台币 5L 1 to 3L 5L 6L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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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L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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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L 6L 4L 5L 9L 5L 6L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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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 左吉利的女婿杨中雄 每天从台南开车一小时 专程来这场新鲜货 每天从台南开车一小时 高温已经吗 时间高温就立 burning 一定要超越时间 在南家买鱼就这样 超过的时间我就买不了 手机 台湾海峡南部海域常见的九母鱼 肉质Q潭瑟泽白袭 但鱼吃太多 在現實市場和一般家庭的餐桌上不太受歡迎 價錢不高 反倒適合做成加工品 算是熱門搶手貨 楊中雄特地拜託熟識的團長 錢淚一手才夠依附自家原料需求 大家買也比較新鮮 對啊 這個鞋子不動了 這個鞋子不動了 不放一隻 不放一隻 放幾隻就煩燒 下午2點新鮮貨送上門 接著由佐吉義的女兒佐美英負責刨釘解魚 佐美英動作熟練 5秒鐘一隻讓九母魚骨肉拆散 皮肉分離 骨肉分離要三刀 去骨剝皮之後 可以清楚看到魚肉上一根一根的小刺 這是九母魚空有好肉質 卻身價不高的最大細節魔鬼 熬湯 喜歡就好 這個熬湯很好喝 它那個肉很細 但是就是吃太多了 一般現代人也不喜歡吃那麼多刺 很細 它跟頭髮一樣 這魚沙瓦呢 這一定要冰過 一定要冰過 冰過才會被攪 不能沒有冰攪的時候 它在那邊熱的話 整個魚都會燒掉 沒有黏性 魚肉經過四到六個小時冷藏 洗掉一些水分增加粘稠度 一方面經過絞肉機化整圍林 攪成魚漿摩擦深溫時 也才能維持在保鮮的溫度範圍之內 這時就得換老師傅出馬 五十年功力讓魚漿大變身 這魚鞋都不可以了 鞋擦出來什麼 魚鞋都在雞海裡面 有鹽沒鹽倒不起來 鞋才會倒瓦 像我那邊倒瓦 鞋子很軟 如果弄弄弄 就一直蓋瓦 我蓋瓦現在 我嚇嚇了它有彈性 鞋魚將馬殺雞 揉捏擠壓甩 手底功夫一次施展 從十九歲跟著姐夫做學徒 到現在七十二歲 佐吉義一輩子就做一樣工作 一件事情 讓自家產品更好吃 做過十年喔 都不累 我都不累耶 那天也沒辦法 為著吃飯嘛 魚漿切割整人後 接著玻璃瓶當擀麵棍死後 茶菌有不健康 我們木材有不健康 它會塞的鹽 一定要太白粉 我會黏啊 最會要黏 麵粉還不行 麵粉要蓋著它 蓋著它 碾壓折疊再碾壓 一團一團變成0.1公分厚 就可以變身腳皮 包進豬肉餡料 成為美衛魚餃 這個比較容易破掉 太大力 而且形狀不一樣 太小力黏不起來 所以要功夫 還好啦 我們國小一年級又包 你國小一年級就開始包喔 開始練習 從小就得在家幫忙 卓美英一度做到 看到魚肉就想要逃避 長大到外面繞了一圈 才發現父親教導的一技之長 是一輩子的禮物 很想很想當上班族 就是不想做駕魚 對 對 對 可是妳為什麼現在有難做呢 那就是上班也不好玩 上班也不好玩 還是發現自己的生意比較好 對 比較有成就吧 魚漿壓平可以做成魚腳 用刀切成條狀就是招牌汕頭魚面 其實應該正名為台南魚面 是招牌汕頭魚面 實際上這個魚面 招牌是沒有魚面的 我們是招牌人的 這我姐夫 他當時他自己 他實際上要做魚餅 魚餅做的時候 旁邊那個一條一條 他就把它切成麵 自己吃 吃吃 嗯 父母都是出生廣東汕頭 在台灣出生的酌吉役 打響祖籍地都沒有的汕頭魚面 可說是一輩子 除了賺錢之外的最大成就 有生意啦 我們都拿起來 太惡啦 太惡 是沒人要做 沒人要做 太累了 你自己看 有累不累你就知道了 煙車營業 煙車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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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家庭幫你搭訕 他很困難 你的家庭很困難 一口美味 耗食費力 還好第三代逐漸接放 讓酌吉役可以稍微喘口氣 但辦事機的勤奮慣性 可沒那麼容易就停下來 像我一隻 雞雞雞雞雞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 對啊 我做的困難 對啊 我們做罐子都會這樣 作家的善頭魚面 我才能為善頭情 而認真一輩子的專注滋味 一顆小饅頭 也可以發酵出龐大的傷筋 像是這個團隊 從大陸引進了 烤饅頭加以改良創新 外形看起來很像是花卷 不過吃起來酥酥脆脆的 內在一層一層 夾著餡料 嚼勁十足 小點心原本是廣東州店的配角 而現在成為竹科園區大受歡迎的下午茶 它是外面脆脆的 然後裡面是軟軟的很入味 我喜歡吃它外面脆脆的 有那種脆皮的感覺 然後甜甜的 每個月都會來一次 然後都會來這邊買 冷的其實也很好吃 所以目前口味原味 蔥花跟花生 來剛剛出爐的烤饅頭 瞬間秒殺 這顆小點心 看似花卷的外形 外皮吃起來酥酥脆脆 內在一層一層夾著餡料 嚼勁十足 底部很酥脆很香 吃起來的口感就是很Q很韌 然後就是很有嚼勁這樣 很紮實的感覺 也會出爐喔 經過高溫烤製 剛出爐的饅頭盡量閃閃 在老闆眼裡就像一顆發光的小金幣 速度就有關老闆自己的利潤了 就是把自己當機器在做 對 因為你已經知道 它就是沒有辦法取代 那我們只能用我們很認真的速度 去把它拼出來 威魔不大的點心鋪工作室裡 有一群人命大隊 每個人一個小時能做出300顆饅頭 因為我們的精進有經過 兩種粉去調配出來的 然後再透過 經過我們的手工去製作 讓它的饅頭更Q更有口感 需要大量人力 沒辦法用機器取代的步驟 就在這個又拉又捲的動作 得用手感去感受麵團筋性 把它擀平 然後尾巴壓薄 壓薄的用力就是要把尾巴黏住 才不會拆花 它的口感就是這個提拉的動作 這個麵團是軟的 我們做提拉的動作 它就會讓它的精進更Q 老闆戴如月和邱文中 兩位朋友一起創業 十多年前 他們從大陸引進烤饅頭的吃法 開賣後一度微微蜂巢 半年開放加謀70家糞店 就那時候排隊蜂巢嘛 就全省 只要哪裡開店都是排隊 所以那時候烤饅頭就帶起來這個蜂巢 後來很多的產品就出來 又有什麼服飾蛋塔 就接著出來 後來就是蛋塔下去 整個就往下蹦下去 包括我們烤饅頭 美好光景雲彈花一現 店面全數收攤 兩人轉而賣齊廣東州 好幾年不敢再碰麵點 直到廣東州生意穩定 趁著午休時間 他們試著增加點心菜色 才重新賣齊烤饅頭 其實那時候的期望沒有很大 那時候期望只想說 一個月多個幾千塊就好了 當個零用錢也好 就小點心 下午賣那個 賣個一兩個小時這樣就好 你用空班是兩點到五點嗎 是這樣的想法而已 沒有想要說賺大錢的想法 費工夫做點心 一開始生意不如預期 製銷饅頭只能全送出去 送著送著 他們靈機一動 想出只送不賣的行銷方式 還真的送出商機 就請兩顆兩顆兩顆 這樣子送一下 就不賣 就排隊來領兩顆 吃到後面又跑回來 說要用買還是不賣 我就不相信啊 你就先吃看看吧 如果像剛剛這樣 我就先請你吃 我不相信你不回來買的想法 於是廣東酒店的小配角 人氣翻轉 加上遇到疫情 冷凍點心市場崛起 團購訂單大量湧入 他們抓住機會 在餐飲業一片低迷的時刻 成立連鎖品牌 一軍突起 比市面上在賣的 那種饅頭還要有技術性 那種饅頭就機器一直走 一直走嘛 成型之後就切塊就發酵 自然發酵真好就可以賣了 這個不一樣 就打好還要趕 要搓 要趕 要捲 要看它的大小又要烤 又要慢 又比麵包店辛苦 原本都覺得很簡單 一來之後很多想打客單 東山再起的烤饅頭 有了前身之間 加盟方式全面改良 除了管控分隊數量 想當加盟商 得先到工作室當學徒 把技術學金 然後我們就盡量拇指標去 去擠壓它 去擠壓它它就會變長 變長它就是 在切的時候 它在發酵就會往上跑 就會尖尖 烤的時候就會黑掉 當初第一天做的時候 真的結束之後 下班之後 確實全山山洞 甚至隔天還怕不起來 看成型的時候 覺得沒有很難 但實際上進來參與了之後 每一個環節 都真的是需要用心 用功夫 下去學習 從疫情期間崛起 如今拓展了20家分店 烤饅頭賣進 逐科園區 連大陸都有人來 招兵買碼 他先打給我 然後我就互加微信 然後我們就聯絡了一陣子 大家也希望我們在 過去大陸地區發展 想說採中央廚房 配送這樣的模式 不然就是區域性的經驗 就帶一個省 一個省夠大 就好了 銅板點心靠著傳承 紮實功夫 進化成連鎖品牌 多元口味 也把傳統麵點 變得更有滋味 滿有賣點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 銅板美食假套套 我是林靜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